這個叫泰國 這個叫日本以及韓國 我們來對比一下 到泰國我想大家應該很清楚 你中國人到泰國 泰國人送你啥 把你的脖子上 手上掛上了代表祝福的花圈 很多人應該都知道 這是在泰國舒服 但到了日本韓國掛的是啥呢 來啊告訴你 掛的是紅線 掛的是白牌 掛的是像犯人一樣 如同狗牌一般的這個黃色識別證 各位這對比夠明顯吧 到泰國去人家跟你掛花圈啊 歡迎你啊 到日本韓國去綁紅繩 掛白牌 再掛一個黃色識別證 把你當成罪犯 來 副總理機場親自迎賓 還列隊歡迎 高喊什麼 中國家人歡迎你回來 泰國幫你當家人啊 歡迎你來消費 我們不管什麼目的 想賺錢也罷 人家起碼要賺你錢 也拿出態度來了吧 也表示誠意了吧 也足夠歡迎了吧 我幫你當家人 那我到你這兒呢 你軍警全程跟著我 欸各位這是真的啊 我在網路上看到太多 大家分享的這個文章了 軍警全程跟在旁邊 我到底是恐怖分子 還是什麼生化病毒的代言者嗎 你有必要這樣對我嗎 你把我當家人 但日本韓國卻把中國遊客當成罪人 再來我剛提到了 拿著牌子歡迎你啊 中泰一家親 永遠歡迎中國的家人們 對吧 來這邊呢 把你關進這個小黑屋啊 我昨天沒給大家看這個 清楚的照片 就是這樣 就一個大通鋪 地上放一些墊子 沒了 各位 如果你被 如果你這個採羊啊 如果你羊過的話 丟到裡面去 你知道一天收你多少錢嗎 九百塊人民幣 在這裡 你知道他 他可能要你做 四次五次六次核酸 你知道一次收你多少錢嗎 四百三十塊人民幣 一次喔 如果你做兩次就是八百六喔 如果你做三次就是 一千兩百九喔 你做四次就是數學不好自己算 每次都要付錢喔 然後如果你羊了 關在裡面 關七天 一天就是九百人民幣 你在搶劫啊 你在搶劫嗎 這太惡質了 所以 你要去哪 你要到把你當家人 準備花圈歡迎你的地方 還是要把你當成罪人 進來就歧視羞辱你的地方 我想 中國的朋友 應該自己 心裡有個譜 也就因為如此 現在中國大陸反制了 你把我當罪犯 那我也把你當罪犯 你要掛狗牌 那我就要你按指紋 現在你韓國人想到中國來 請你留存十指的指紋 除非 除非 來 你是十四歲以下 七十歲以上 應該犯罪可能性不高 那就不用 或是你已經留存過指紋 也許為了過去有外交啦 商務特殊的目的 或者是你十指有殘缺啊 就是十指都沒有啦 如果九指就留九指了 八指留八指 七指留七指 你十指都沒有 那你可以不用留 或者是你沒有指紋 就有些人可能生病沒有指紋 或是手上有些皮膚病 他沒有指紋 除了這些人之外 通通把你的指紋交出來 來 我們看今天的第一張電視牆 來 超解氣的反制 可以嘛 你把我當嫌犯我就說了 來 送你一張 嫌犯罩 犯罪證明 上面就寫 罪名 羞辱中國遊客 這個姓名 這個 韓國 年齡 多少 就一個圖給大家看 那現在呢 申請付法簽證的韓國公民 就是要留下十指的指紋 剛提過了 四種人例外 而且各位 你想要申請 可以 你要親自到服務中心來提交 到中國駐韓國大使館的服務中心 你知道過去啊 要旅遊很簡單啊 代辦可以處理嘛 旅行社可以處理嘛 朋友可以幫忙嘛 家人可以幫忙嘛 領隊 導遊都可以 現在沒有 你要來中國 行 自己過來 自己過來 因為我要你 按指紋 按指紋 好 然後呢 這個 秦剛 中國大陸外長就提到了 日韓採取這個歧視措施 那麼中國是有理由 做出反擊的 畢竟啊 我們看到 在 日本韓國的部分 掛黃牌啦 軍警監護啦 來 核酸四百三 關小黑屋 一個人九百 將近四千台幣 根本就是把陸客當肥羊仔 那中國給他們這樣子的 反制措施 我想 也是應該的 也是應該的 來 我們先請蔡委員 每一個國家 能不能保護 國家的尊嚴 即使是很小的事情 或者是 人民的顏面 對一個國家的強弱 或者它 在國際上的地位 是很有關係的 表面上看起來 中國的旅客 在日本跟韓國 受到這種 不公平的待遇 看起來好像勢不大 但是 這個是標準的歧視性的待遇 因為 韓國自己的疫情 我剛才看了一下 到今天為止 還五萬五千人確診 一天 五萬五千人 昨天六萬一千人 原來你全身髒兮兮的 你在嫌我沒有刷牙 這是很奇怪的一個國家 然後它對於 中國這樣的一個差別大意 如果你今天對所有的國家 要求說要PCR才能入境 要求你持陰性證明 才能夠入境 這個大家沒話講 就像中國前一段時間 他自己人 包括習近平 去中亞回來以後 也要隔離 也要隔離 那時候報紙還講說 他怎麼了 有沒有 他就是隔離 國家元首都要隔離 表示從上到下 一視同仁 裡裡外外 不管你是中國人 或者你是外國人 一視同仁 有話說嗎 他沒話說 有人說你歧視美國人 或你歧視誰嗎 沒有 但今天日本韓國最不應該的是什麼 明明有很多國家的疫情 狀況比中國糟糕很多了 為什麼陸境不需要掛狗牌子 所以就會倒過來 對於中國形成一種歧視性的待遇 而且一種臨時性的剝削 他有沒有告訴大家說 要持陰性證明才能陸境 他這些東西有沒有做好 怎麼臨場還要在PCR呢 然後還要這種 要人家付這筆錢呢 早說嘛 你要找公告 不要到現場的時候 再找這種麻煩嘛 那這個東西傳回去 一查證書時 中國採取一個相對平衡的 一個反制措施 這是理所當然啊 這什麼好抱怨呢 你踹我一腳 你知道嗎 難道我右腳跟你踹 我左腳還伸出去跟你踹嗎 真的 沒有這個必要嘛 所以 我記得我昨天還覺得中國太溫和了 今天這樣可以嗎 實指 你看我們這個標題下非常好 實指畫鴨 實指畫鴨 那個還只是說來申請簽證的啊 不是說路徑的啊 對 這個中國還有一點太客氣了一點啊 所以我是覺得 這整個方式啊 我相信這個事情不會遲太久了 因為韓國開始知道多多少少自己有點理虧了 很慫了啊 那他們總統也大概覺得底下的官員在給他衝康 不過也不意外 因為韓國裡面 反中的人士不少 反中親美的人士不少 所以這些官員們有這種態度 南美會出現這種狀況 可是你做一個韓國總統的人 你就要去糾正他們了 要調整他們嘛 那一樣 日本人是一樣啊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不只是要鬥氣 而且要鬥智 而且要怎麼樣 要鬥力 看誰撐得久 我認為中國在這盤棋是一定贏的啦 那你至於這個韓國人受到的傷害 你剛才講說 前面講說有1000億人民幣對不對 他講的是韓國的購物中心 對這只是觀光而已喔 對對 因為觀光才會去大買小買買 你做商務的時候會去大包小包買 韓國的這些所謂的奧特萊斯 不過這個名字是日本人發明的翻譯有點怪 什麼叫奧特萊斯 叫做Outlet Outlet 日本的發音就把它翻成奧特萊斯 台灣叫做Outlet Outlet Outlet 了解 他們這樣翻譯的啦 那韓國也是 韓國也是跟隨這樣的來翻譯 是有點怪 但不管如果我們台灣叫什麼 唱貨中心還是什麼東西 這個準唱貨中心 那這樣的一個市場規模這麼大的 你是這樣對付你的客人 因為我印象中的日本人對人家 到他店裡面採買的一定是哈公座衣 對不對 坐電梯前面很小姐很客氣啊 那可偏偏你的觀念怎麼對待人家這樣子呢 就是很有問題嘛 難道你觀念在你們日本的社會是特別的大 還是你韓國觀念在你們韓國的社會特別什麼 特別厲害是不是 那你自己會把自己的商人給害死 一家奧特萊斯 在台灣開一家奧特萊斯 少說起價十億耶 而且韓國那規模都比台灣的那個 山井的奧特萊斯都還大很多 不過我們台灣不叫奧特萊斯 都大很多啊 那你簡直是不讓這員工吃飯嘛 你傷害到自己人嘛 那中國人不去會怎麼樣 沒怎麼樣啊 我去別的地方也能買啊 對啊對啊 是吧 我去印尼巴黎島 我去泰國普吉島 都能買 都有啊 我去那個柬埔賽金邊 對不對 吳歌窟 那邊也有 雖然可能規模沒那麼大 也有很多奧特萊斯 這個不用擔心喔 所以我是覺得 中國這一次爭到面子 而且一定會爭到面子 而且這個讓我對秦剛刮目相看 動作很快 時間拿捏得很準 而且是什麼 這個調性拉得差不多 這個不高不低不溫不火 所以我是覺得這樣不夠 只能在門口擋他 進來的時候也要掛狗牌子啊 對不對 就不讓你進來 現在根本不讓你進來 那如果你有特殊需求 行 那就麻煩你來劃壓 那這個做法呢 似乎讓韓國有點嚇到 看起來韓國一開始的算盤 是覺得 應該中國大陸會認慫 他應該會讓利給我們一點 我們就贏了 是不是 但顯然這個算盤打錯了 剛剛委員說對不對 我們之前談到這個 秦剛部長 滿擔心他上來以後 對美國會不會不夠強硬 講些大道理 這美國人是沒在聽的 不過這一次對付韓國 他倒是拿出了非常實際的作為 而且注意喔 千萬注意喔 他可不是你弄我對不對 立刻弄回去 沒有喔 他還跟他的外長通過電話喔 還告訴這個韓國的外長 普正外長說 兄弟啊 不要這樣 好不好 防疫歸防疫 科學就是科學 別把政治 別把地緣紛擾 別把美中對抗都算進去 不要這樣 誒 我話先講到前面了 我先理啦 那我先理 你還要跟我對著幹 那咱們就後兵吧 所以我覺得 這個態度 像委員說的 拿捏得很好 只是 我也覺得手段 可以再狠一點啦 對不起 我們這種 這個 站著說話 不腰疼 人家吃麵 我們很燙 當然這個是 大國有大國之間的 平衡啦 還有這個 較量的一個 斡旋的這種文化在 那當然 尊重官方的做法 那果然 這個方式呢 是不是讓尹錫月 認慫了呢 趕快要跟中國解釋了 結果去越描越黑啦 來我們看 1月11號 尹錫月 發現中國 怎麼這麼硬啊 所以趕快希望 外交部向中方 說明韓國的立場 那韓國的總理呢 也跳出來講話啦 說 哎呀 中國好朋友不要生氣 我們要跟中方 保持友好的溝通 韓國政府 也立刻做出解釋啦 但這個解釋 你乾脆別解釋吧 他說啊 這個中國人呢 入境掛黃牌 掛狗牌 當罪犯 不是只針對中國人喔 我們是適用於 從中國入境的 所有人 所以呢 他可能覺得這樣子 中國人聽了 會比較舒服 我是中國人 我不覺得 你不是針對中國人 而是針對中國啊 從中國來的 通通都有事 所以你不是歧視 中國的人而已 你是歧視整個中國 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國家嗎 我有幾個朋友 在大陸這個工作 一段時間了 前陣子回到台灣 那今天呢 在我們這個群組上 他們就在討論 說哎呀 我們要不要這個 當然他們啦 我不可能啦 說19號到21號 衝韓國去玩 逛逛買 從台灣去嘛 逛逛買一買 然後21號趕回來過年 他們討論的很熱烈 你知道嗎 我就直接丟了一個新聞給他 我說 現在去韓國 你還算中國人嗎 然後打一個生氣的臉 他們就說 蛤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情 我說拜託看一下新聞好不好 現在先別去韓國 日本也別去 好不好 等到韓國道歉再說 這是真的 在我的手機裡面 好來 去往下看 影席月說要道歉 這真的有誠意嗎 是不是說一套說一套啊 你來看 明明11號 總統說要解釋 但是同一天 他們這個防疫管理部的部長 卻對外放話說 我們對陸克限制就是有科學依據 不是歧視 未來政策要不要調整 我們取決於中方的情況跟態度 你態度好一點 把疫情管好一點 我就可能調整 你要是管不好疫情 態度還那麼差 那我就繼續搞你 行 行 那大家就繼續搞 然後韓國媒體還提到 說韓國繼續取消部分 中韓往來的航班 甚至把所有人都集中到 仁川機場 然後聲稱取消航班是一位 哎呀 因為大家都只能到仁川 所以我們機場無法附和 只好取消航班了 你認為 我們之前講小日本 有點這個不禮貌 那我現在要講 你覺得小韓國 他這樣是 有誠意在認粹 有誠意在道歉嗎 來聽聽 世衛怎麼講好不好 一開始譚德塞 跟著美國在他弄 現在 這個世衛歐洲辦事處的主任 就告訴日本韓國 中國的疫情 不會對歐洲的疫情造成威脅 他說啊 因為歐美現在出 歐洲現在出現的 這個所謂的病毒株 最早是在美國出現的 而且歐 中國的這個病原體 歐洲也早就有了 根本沒有威脅 好 所以希望各國推出 這個預防性的措施 要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 不應該有歧視 這是世衛說的 這是你們最喜歡 拿出來說嘴的 世衛組織 這是歐洲辦事處的主任說的 不是中國人自己講的 好沒關係 那你就繼續跟人民幣過不去 而且還在說葡萄酸 我們要看 NBC韓國這個媒體 有多好笑 他去報導什麼 就我剛剛提到的 泰國迎接中國遊客 說你看連副總理都來了 中國遊客 受國兵待遇像明星一樣 是啊 你不賺泰國要賺啊 怎麼樣 副總理接機又怎麼了 送上迎賓的這個花啦 還有這個花串花圈 用中文跟陸科打招呼 那又怎麼了 你不要人家要啊 你的媒體還在那裡酸 說哎呦 泰國看到中國腳就軟啦 看到中國腰就彎啦 就只想賺錢 那你不要賺嘛 你再不賺 你的很多產業 可能真的會受到影響 來 今天網路上 有這篇文章 有錢不賺 下場是不是喝西北風呢 韓國這個知名連鎖的這個 奧特萊斯啦 就是奧類商場 年底 不是年底喔 九月可能要關門大機 來 就是這一家 韓國非常知名 而且地點就在首爾 他現在預計 九月就要停業了 為什麼 就是因為路客 從疫情開始之後 很少到韓國 你要看喔 在疫情前二零一九年 路客 中國大陸遊客的這個 觀光銷售額啊 佔了這個奧特萊斯 連鎖商場 百分之四十的分額 分額 那葉子就說了 商場的VIP顧客 有大部分都是中國的代購 來自中國的代購 現在他們佔整體銷售比重 大幅下降 還有業者也說 過去無論是平日假日 總是有很多中國遊客 拿著行李箱來購物 但這幾年很難再看到這種景象 澳特萊斯都要倒了 那其他的韓國 這個旅遊產業 觀光產業 恐怕都會大受影響 老師 我覺得這一次的事件 真正的關鍵 就是你那上面的兩個人 隱形月 岸田文雄 他兩個人有很多共同的情況 第一個民調都非常低 所以呢 在國內呢 他非常的感覺到不穩 不安 那非常的對民意 有所這個敏感 那第二個呢 美國對他們的這個壓力 現在都越來越大 這個壓力呢 主要來自於從 最早的半導體 然後呢 軍費 國防預算 以及整個這個採購 中間這個隱形月 還稍微突扯一下說 美國跟我們共同討論過 核武的這個資訊的交流 拜登馬上否認 對 話不能講 有些事情 那兩個人呢 也在美國的壓力之下 你要跟美國結盟 去對抗中國 所以 基本上其實 這是一個政治的動作 這不是一個真正的科學防疫 我要畫一個問號 因為這個 已經整理很清楚嘛 世界衛生組織 歐洲的防疫中心 都講得很清楚 不會對歐洲 產生任何的影響 這是早就講了 對不對 中國一開發他就講了 很早就講了 現在很多人說 你因為中國提供的資訊不清楚啊 因為這個資訊也不斷在變化嘛 是不是 然後呢你要資訊 你到世衛去找 一定會有 然後會說 我們進來的人裡面 這個被檢驗出陽性的 來自於中國的 佔多少多少 很大比例的這個 那你問題是 在這個時間內 到你國家的 最多的 就是來中國大陸嘛 這完全是比例的問題 所以 從世衛 這夠科學吧 你還有什麼可以否認他的 我覺得你的防疫官員 你不能否認 世衛的這個主張吧 你的權威性比他還高嗎 是不是 你到中國去做個實體的 這個調查嗎 是不是 所以 基本上 世衛講這個東西 你還有什麼反駁的 第二個 不要講 泰國 你剛剛那個 前面的圖那個比較對比 太好了 對不對 我覺得中國外交部 應該乾脆把它放在你後面 做看板 是不是 CNN 或者是這個 就是 日本的 NHK 報導出來之後 那個看板就顯現出來 很清楚 為什麼泰國跟我們日本不一樣 差這麼多 是不是 人家副總理都在那邊 你到全球 大概有多少個國家 對 就採取類似像日韓這樣一個情況 不到15個國家 不到15個 美國 加拿大 澳洲 然後 日本 韓國 英國 西班牙 義大利 OK 也許有些其他國家採取的 輕 就輕了很多 有一個最嚴重的國家 你應該想像不到 就摩諾哥 對對對 對不對 他完全禁止中國大陸的人入境 對沒錯 那就不理他了 不用理他 但是呢 這幾個國家你看什麼特質 跟美國嘛 對不對 對 德國沒有這麼做 波蘭沒有這麼做 許多的 我看半數以上的歐洲國家沒有這麼做 全世界多少個國家沒有像日本 韓國 要提供 就是說之前48小時之內的這個陰性證明 落地之後還要再做PCR 然後還要掛什麼牌子還什麼線 幫什麼繩子什麼的 對不對 全世界哪些國家做到這種程度 180個國家沒有做到這種程度 你可以這樣講 因為扣掉15個嘛 是不是 那這個叫科學防疫還是政治操作 我覺得其實中國外交部應該講清楚 秦剛講得很好 他說這個是歧視性的措施 但是呢 日本那邊我看的大部分的這個報導 就是說 我們在這邊還要求他要多做一次PCR 是一個歧視性的措施 因為你對別的國家沒有類似的要求 這是歧視 但不只如此 更歧視的是這些動作這個做出來 我覺得其實當日本說 中國的這些採取的禁止短期的簽證 似乎一定已經超過頭了 不是那種應對式的作為 而是一種警告 甚至接近報復性的作為 那其實就講得很清楚 你不只是因為要求做PCR 才是產生那種歧視性的待遇 差別待遇 你對於這個處理的這個過程 在10號就兩天前 他要求所有澳洲澳門香港的 這個前往釜山和濟州島的旅客 一直到現在為止這兩天都是如此 不准去直接飛到仁川 對 那你怎麼辦 他本來是把港澳排除在外 這影響多少人 一千多人 對 這裡面講幾個事實 第一個大家對你去韓國 對不對 滑雪也好買東西也好 或者是看我爸也好 對不對 其實還是很喜歡的嘛 你韓國為什麼把 喜歡你韓國文化娛樂 這個景點的這些外國旅客 給趕走呢 對不對 第二個是你可以想像 他們帶來的那種經濟的效益 剛才都講得很清楚 是不是 你有沒有整體的思考這個問題 當發現了問題的時候 你還是說這是科學 這是為了國民的健康 日本跟韓國自己本身 都已經還是持續很嚴重的 日本已經是第八波 每天大概有將近20萬以上的確診者 韓國是超過5萬 所以類似像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就是那兩個人 因為他自己本身的民調不高 政權不穩 美國的壓力又大 而特別美中的這樣子一個對峙 在這個時間點 某時候他利用這種方式 來表現出他對於中國的距離 管制 然後態度 這個當然一方面是表現給他國民看 一方面表現給美國看 這個岸田現在準備要跟拜登見面 13號 他起碼會堅持到這個見面之後 對 你就可以想像得到的 我預測大概15號之後 就完了 日本大概就會放寬 我們大概可以 如果可以的話持續觀察 這一兩天 他那個牌子神是不是就不用了 開始他們自己會注意到 可是呢 我看到在日本的新聞的報導 跟他們底下的討論跟留言都很謹慎 都知道嘛 知道這個問題會影響到經濟嘛 但是當然 怨憤他們也會有怨恨 怨恨是怨恨 其實有一些話講得蠻難聽的 因為整個民調到目前為止 這一兩年大概也受到媒體的影響 日韓對於中國的這種負面的態度 都一直蠻高的 當然並不代表日本對韓國人的態度就變好 所以這表示說 其實現階段中日韓之間 的的確確我覺得就是卡在兩個層面 第一個就是中美對抗的這個結構 第二個是他自己這兩個領導人的這種支持力太薄 有薄弱的關係 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岸田文雄是支持率50% 他哪管美國什麼 想幹什麼我就幹什麼 他就比較有一點信心去多聽一些 這些金團聯或一些企業 或者一些學界的聲音 沒錯 理性的這個聲音 如果今天隱形院也是當初 贏那個就是 不是他大概只贏不到1% 他如果贏了10% 他現在就不會這個樣子 有底氣了對不對 對 因此他就知道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國內有很強的反中的這種 這種就是說輿論 然後呢 國內又對於美國的壓力 其實難以抗拒 而媒體又在特別這次俄乌戰爭當中 以及疫情的過程當中 某種程度對中國是比較批判 對俄羅斯也比較批判 然後比較傾向美國 因為他們基本上其實跟這個美國 跟西方是站在一起的 這一定要去了解 所以這樣子一個背景之下 他當然就選擇 這個最容易宰殺的 最容易針對的 那就是現在你突然解封 你跑到我這邊來 你帶來疫情 帶來感染 但他都忘記 世衛跟歐洲的防疫中心說 其實這些感染在你這些國家 老早都流行過 你們已經老早免疫了 何必要這樣子 你採取這種做差別的待遇 那當然就是一種歧視 你又怎麼能夠怪別人一種反應呢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應該秦剛 或者是中國的外交部的發言人 再講清楚一點 就是說對於那種掛牌 掛繩的這個作為 其實我們是絕對這個 不其其為難的 當然 韓國的總統尹錫悅 他是不是已經感到壓力了呢 因為尹錫悅 他針對這個中國大陸 停發韓國公民附華的 短期簽證呢 說政府是基於科學 依據制定防疫政策的 是要在保護南韓的公民的 也要求韓國外交部 應該要向中方充分說明韓方的立場 所以我請教一下委員 現在呢看到大陸不守軟 好 那麼呢 說這是要對等 要對等的措施因應 那麼現在尹錫悅 既然又說了 要外長要好好的請外交部 去跟大陸方面溝通 本來就有溝通啊 可是現在尹錫悅難不成 他想是要甩鍋給他的部署嗎 他不甩鍋給他的部署 他沒有人可以甩啊 當然要甩給他自己的部署 不過我相信尹錫悅事前並不知道 因為這種口岸的管理 基本上總統不會管那麼細 一定是事情出來了以後 要緊急處理 第一個哪裡不當 就是他把中國到達韓國 日本的旅客 跟其他的旅客區隔開來處理 第二個他把中國的旅客 要辦理活的每個人身上 都要掛個牌子 您是什麼意思啊 黃色的牌子 您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是覺得這種 具有這種羞辱性的做法 目前秦剛是正在非洲訪問 他應該是1月9號到1月16號 正在非洲訪問 能夠做即時的處理 不過這個移民局應該不是外交部的 應該是他們公安部底下的機構 我的理解是這樣子的 那不准他們過境 其實還不夠 他們的這些觀光處理單位 應該現在就直接通知 所有大陸上面的一些旅行團 在春節期間暫停 韓國跟日本去旅遊 大家 中國有會去日本跟韓國不可嗎 沒有啊 我說去難聽的話好不好 你去美國 中國被修辱了 至少還大國對嗆 你跟那個小國 日本跟韓國修辱 光這樣子還不夠 光這樣子還不能夠糾正他們的行為 因為我們知道 現在這個日本韓國美國 國內都有一些親中的 或者是親美的勢力 在較勁 如果你中國本身立場不硬的話 會使得日本韓國內部的親中的力量 像河野揚平 這些人講話就變得越來越小聲 你就狠狠地拿出大狼頭來 直接往他們頭上一敲 這樣子那些親美勢力才不會猖狂 要不然那會很囂張 不只對你中國囂張 也會對日本跟韓國內部的親中勢力 會造成一種寒蟬效應 而且這個親中勢會覺得說 你中國也沒什麼反應 我幹嘛要反應過度 所以媒體跟政治界 在兩個國家裡面都有親中跟親美的狀況 不能讓現在韓國越來越親美的 這種輿論跟民意 完全整個讓政治也走向 讓政府也走向 這是要避免的一個事情 日本更不用說了 日本這個國家向來就是什麼 就是欺善怕惡 如果你假裝越善良 越紳士 越體諒他的苦境 他就會怎麼樣 越爬到你頭上來 所以這個時候的中國大陸這樣的做 方向是對 也很好 但是強度還不夠 不能說只是不讓他進入大陸 或者不能在那邊轉機 這樣絕對不夠 好 不會那介大使 我請教您 其實南韓既然政府單位 強調的是說他們是基於防疫 那我們看到南韓呢 保健福祉部 就是他們的主管機關 就說其實對於外界在說 對華的入境的防疫措施 是歧視中國人之嫌 是不符事實的 那我們就看看 他提出什麼樣的理由跟解釋 那他就說其實 比方說他還有PO照片 我們不用 就說隔離設施 是為中國遊客以往用的 觀光酒店級別以上的客房 那還說防控措施是只針對中國人嗎 不是喔 所有從這個大陸入境的人員 可是不分國籍啊 一律都要接受新冠檢測 還有那個掛黃牌 是引導旅客到機場檢測中心的 也是適用於自大陸入境 他是說自華入境 所有的國籍的人員 那我其實比較好奇就是說 因為他都強調就是說自華入境嘛 那如果是自美入境呢 自英入境呢 或甚至自日入境呢 那好像就沒有這樣子的做法呀 所以他到底真的有解釋了什麼嗎 我就很好奇 結果現在你看看 除了剛才請教蔡委員講的 尹錫悦的部分 他是不是緊張了 他本來還想去北京訪問啊 那再來就是韓國他們的總理 總理現在呢也在解釋啊 是說現在大陸對我們就是 取消了那短期的簽證 我們不會把它視為報復 還要外交部做充分的溝通 你看他這樣子的說法是拖面自甘了嗎 是不是已經態度開始在軟化了呢 因為感受到了大陸方面的壓力呢 請教大使 因為必然會軟化 其實韓國是最先禁止 中國公民的普通簽證的申請的 他把它整個禁掉 除了商務還有就是說外交 還有一些特別人道的 這些理由的簽證 他才發放 已經限制這麼嚴了以後 你還要對入境的從中國進入 這個韓國境內的旅客 做這種屈辱性 羞辱性的這種安排 那事實上的話 是國際上比較少見的 其實給人家掛牌子這個東西 基本上就是很敏感的 那韓國以前他在這個行政手段是非常粗暴的 這個這些年事實上有很大的改進 以前我 我八幾年我就去韓國 我就發覺他們這個行政手法是很粗暴的 這個禮儀方面是很欠缺的 那也是各國都在都有這個感覺 後來晚了幾年後來發覺韓國進步很大 那麼比較尊重尊重別人 可是這一次給人家掛牌子 我覺得這個在國際上是非常少見 這種就是說大家都避免這種歧視 那我覺得就大陸的網友有一些反應說 不但掛牌子的記者在那邊一直照 把他們當作怪物一樣 而且在那個集中管理的方面 做的手法也很粗暴 那所以引起大陸這個入境的旅客 非常的高度的不滿 認為感覺受到羞辱 那今天說實話 今天我想大部分從大陸去韓國的 大部分是觀光客為主 那麼可是韓國要去中國大陸 大概是經商的為多 商務客多 商務客 過去光北京一地 再來就是說 這個長期居留在中國大陸的 這些韓國的這些 不管是中小企業或者大企業 大商社會 都是二三十萬人計 有人說還有更高的 所以韓國人在中國大陸是去賺錢的 中國人去大陸是去花錢的 那你去花錢的人 對去花錢的人 你用這種方法對待 那是說不過去 另外中國大陸的基本立場就是說 你要拿科學證據 那因為中國大陸的主要的 這個現在的Omicron的病種 就是BA5、BA7 這兩種 然後國際社會並沒有很有證據的 找到中國的這個 這個目前流行的這個新冠 是變種病毒 而在其他地區的變種病毒 反而比中國大陸要多很多 所以對中國大陸的採取這種 額外的這種措施 中國大陸認為沒有科學基礎 一直在呼籲這個國家不要這樣做 那韓國不但這樣做 它像你要事前提出 所謂的這個PCR檢測陰性證明 那本來就已經只是針對 中國大陸的觀光客 中國大陸的客 入境客人 沒有對其他國家 這就已經歧視待遇了 那韓國不但這樣 還把你的正常的 一般的簽證管道也給你切斷 另外還要到入境以後 還要抓去再做PCR 然後如果說是這個陽性的話 你還要自費7天的這種 自隔離檢疫 事實上這種措施 事實上很多國家不會這樣做的 所以我覺得韓國遭到中國大陸 相對的待遇 同等的待遇 那也應該是沒有什麼好抱怨的 是 所以在韓國的這個華人旅客 就是由從中國大陸入境的 你看要掛上這個黃牌 要嗎 誰願意掛上一個黃牌呢 就是要跟其他人不一樣嗎 還有就是入境到日本的話 有人就說那個感覺也很不舒服啊 好不到哪裡去啊 為什麼呢 因為日方他就直接工作人員 就遞給你一個紅繩子掛起來的牌子 所以一樣一個是黃牌 一個是紅繩都得掛在脖子上 那感覺實在是太不舒服了 甚至覺得極其羞辱啊 那但是現在呢 您看大陸駐日使館官方 也就在昨天晚上就發布了通知 你看昨天晚上9點06分 即日起就暫停審發日本公民附華的普通簽證吧 何時恢復請靜候通知 所以呢日本壓力就也來囉 那我們來看看日本外相林芳正 他還在阿根廷出訪耶 也必須要對此做出回應了 結果他的回應呢是什麼 是令人極其遺憾啊 能不能講點別的 有網友就在問為什麼呢 因為你怎麼講的是跟韓國的外長 講的差不多嘛 因為韓國的外長他怎麼講 他說啊令人深感遺憾 這是什麼 是像完全是複製貼上的概念嗎 那現在你看日本方面 那麼他們就覺得莫名其妙 為什麼 因為旅遊業者本來還引頸期盼 是不是能夠有更多的陸客觀光客 他們來貢獻給日本 然後帶動他們的消費跟經濟 好了現在沒有了 還要逼著這個中國旅客 掛上一個紅色掛件 這個靜平 所以咧 所以是不是 不要是只說遺憾 而是不是應該做點什麼 具體的行動拿出來 這才可能 趕快讓簽證即時的恢復 不是嗎 敬平 為什麼中國大陸會那麼神奇 因為他們認為說 中國大陸的旅客如果出境的話 因為他們現在幾乎很多 中國大陸開放 1月8號開放 開始解封 開始讓國民可以出去的時候 韓國跟日本是最大宗 還有東南亞 那東南亞 包括這個柬埔寨和泰國 還有印尼這些是怎麼歡迎這個陸客的 可是卻看不到日本韓國是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嘴臉和另外一種方式 比如說泰國 泰國其實還蠻會做公關的 泰國那時候 副總理還跑到那個機場去迎接陸客 然後送上那個防禦大禮包 防禦包 每一個陸客 他只是一個代表 當然你說他要擺拍 他要做修都沒關係 那是泰國官方 所以泰國很會做觀光啊 他連在這個小細節他都很聰明 所以他就甚至他就歡迎中國人直飛青脈 直飛這個曼谷 然後他送上那個防禦關懷包 然後還送上那個花圈 就泰國人 Savati Kata 你不覺得他做的形象就很到位嗎 很聰明 你懂得宣傳觀光 我不知道這個副總理是不是搞觀光出身的 但這個狀況的確很正面 他開放 然後當然也有記者問泰國副總理說 現在全世界都可能有一些做法 對中國大陸有不同的狀況 你不擔心這個 中國大陸旅客來這個泰國的話 那個有什麼類似 他想講的就是疫情怎麼辦呢 那結果副總理 我覺得他回答蠻EQ蠻高 他說如果旅客來我們 他也沒說是中國 他說如果旅客來我們這個泰國 放心我們有醫院 我們的醫療也很好 他可以住在醫院治療 如果說在泰國不幸確診來醫的話 他就這樣講 然後他說 而且我們有提供防疫關懷包 你看這樣子講話 這樣子應對媒體 不是我覺得很得體耶 而且也是一視同仁 然後又同時強調了 泰國有足夠的醫療水準 對啊 我雖然不知道泰國的醫療 到底是不是真的很足夠水準 但是我覺得人家對他自己 很有信心 總理副總理成績的 副總理講這個話 就很有信心嘛 那你相對日本韓國 你是對自己醫療沒信心 還是覺得對醫療量 你也不夠負荷 然後來了 人家是去那邊 視照你的商機 然後觀光 然後發觀光財 也難怪那個林芳症跟這個普症 都有一個症 唸起來音一樣字不一樣起來而已 但是這兩個外相出來的外長 都是一副這樣子 好像那個遺憾 我們不是有意的 對啦我可以理解說 他們為了保護自己本國的韓國人 跟這個日本的國民說 因為中國可能來的人 那我們會很擔心 但是如果你幫人家有一個差別大意 你光是看這個中國大陸的 對日本跟韓國的發布情況不一樣 你就知道他對日本更不爽 他對日本一開始是旅行社接到通知 官方都還沒動作 後來旅行社去跟官方查證的時候 官方才說對 今後通知 然後日本的官方還是沒接到通知 那就是其實北京是故意對你東京 故意對你日本這樣子做 你要自己去想想看 為什麼人家這樣對你 好 那我請教一下蔡委員 日本萬物選幹嘛還要抱怨呢 是他們自己做的啊 那做出來的事 現在又在抱怨中國大陸 是完全不對等的措施 是啊 是沒有對等啊 因為沒有叫你掛一個紅繩子在脖子上啊 所以這個叫不對等 好 但是我還要問的是 日本旅遊業者現在也擔心一件事 不僅僅是說觀光才哪裡去了 還有就是現在是不是 中日之間商務活動有可能 如果這繼續這樣拖 可能會受影響呢 那現在我今天看到像是 富士新聞網日本的媒體 他就有訪問Toyota 豐田汽車說現在暫時不會有什麼影響 然後呢像是Mitsubishi也說沒有什麼影響 可是時間拖長了會不會有 因為我看到像最近 不論是Panasonic松下控股 說要加大中國大陸的投資 然後呢另外一方面 還有包括像是民智乳品 也是要擴大在中國大陸的投資 就在今年喔 就是在今年 那這個事情如果 這樣子拖下去的話 這是不是會影響到 日本自己的企業界呢 大陸公安部底下的這些機關啊 基本上 對於這個所謂的簽證取消 一定是跟大陸外交部有所溝通的 因為簽證的發放是外交部門在做的 對 那口岸掛牌子的 那個是移民單位在做 這個就不能怪外交單位 搞不然外交單位搞不清楚 所以外交人員在處理這個事情 會覺得 內外假期有點尷尬 這不是我的事啊 可是現在弄到簽證就是我的事 那他們應該趕快協調啊 跨部會協調啊 現在一定在協調嘛 所以你看看那個外相講的話 吞吞吐吐 他也不好意思說 去罵自己的移民單位嘛 那也不好意思說 這個時候說什麼 一定在協調當中 但是為什麼這幾個日本企業 覺得沒有什麼影響呢 因為取消簽 這個他們現在是暫停發放簽證 並不是取消簽證 如果取消簽證的話 手上很多人早就有簽證 比如說日本那幾個大企業 那種商務簽證 通常一簽就是一年嘛 應該就是一年以上才對吧 商務簽證 所以他當然不受影響 高幹每一個人上上下下 都有大陸簽證 隨時可以來來往往 那只是說 新的還沒有簽證的人 現在要拿到簽證 就很頭痛了 看起來人數不多啦 他們還有簽證 所以這個問題應該 我認為應該很快會落幕 只是我們要了解到 國跟國之間來往 有時候一些內政官員 真的會搞不太清楚狀況 他的敏感性 那對最後呢 你去問外相 你看他當然傻不如呼 是 他也不曉得什麼 因為我印象中全世界 應該沒有什麼樣的口岸 是有外交大陸在管理的 外交大陸大概頂多配合幾個領事 人員在那一邊而已 而且日本其實 他們自己在做這個決定 應該要不要先看一下 他們自己本身的疫情的狀況 如果說還有大陸旅客 在這個時候呢 在考慮說 要不要去日本觀光的話 恐怕還是先看一下 日本的疫情 真的現在呢 還反而比較緊張一點 因為他們的厚生勞動省 就告訴你說 2022年的12月來 一個多月期間 全境至少已經有超過 1萬人病故了 你覺得去那裡觀光安心嗎 防疫經過一個階段之後 開始解封 旅遊也解封之後 出境到了各國之後 遇到一些蠻特殊的對待 這個對待可以說是有天壤之別 我們今天一個一個來談 但是先來講的是 日本跟韓國 這兩個國家給了大陸 一個很特殊的對待 就是大陸的一些觀光客等等 到了這兩個國家之後 在機場被要求帶上牌子 那麼韓國給的是一個黃牌 日本給的是一個紅牌 尤其是韓國我們看到這個 因為現在手機嘛 大家這個上網微波等等一發 那很多細節都出來了 韓國人要求這個大陸入境 戴上黃牌之後呢 而且這個黃牌是不能手持的 你不能手上拿 你必須要掛在這個脖子上面 那這個感覺上就很歧視 因為它只針對大陸過來的這個班機 那日本給的是這個紅牌 而且日本我們看到做核酸 是帶到一個單獨的 就是大陸班機 獨特的一個地方 那然後呢 這個隔離的部分 也沒有椅子可以坐 這一部分 你很難不往歧視的方向去想 我相信大家在線上 不管是來自哪裡 將心比心 如果是我們台灣人這樣被對待 我們相信也很不舒服 那大陸也很迅速的做出了一些反制 暫停審發韓國跟日本的簽證 我先請介老師來談一下 在這個事情上面你看到了什麼 你覺得這是科學嗎 還是這是歧視 我覺得兩者既不科學 而且是嚴重歧視 那麼科學的話 你今天你要看看這個WHO的講法 對 然後各國的CDC的講法 那包括台灣 我們有一位這個病毒專家 公衛專家 專業研究員 何美香 他也寫過一篇文章最近 那麼基本上的認定 就是中國大陸的流行的病株 基本上是BA5 BA7 那這兩種病毒啊 基本上在歐美社會 在全球啊 都已經普遍流行了 而且是長時間流行 所以這樣情況下 中國大陸雖然有爆發BA5 BA7的這兩個 這兩種啊 病毒的這個Omicron 那麼事實上 他即使有代言或如可強 他進入到你的境內 不會增強你的流行 你的這個 這兩種病毒的流行 所以認為 額外的措施 防疫措施是沒有必要的 那事實上 他現在譬如說啦 對美國的這個 美國對於 日本對於美國的 這個入境的旅客 基本上他是沒有什麼 額外的防疫措施 對於美國疫情也很嚴重 其實此刻 日本的疫情也很嚴重 本身也很嚴重 對 所以 美國現在又流行 一個新的病毒 這個叫XBB.1.5 對 這個是一種變種病株 亞病株 對 這個在美國目前 我看到消息是幾乎 所有的感染裡面 有三成是這個 是這個亞病株的 那這就一種變種病毒 其實各國要防的 都是防變種病毒 對 因為變種病毒 聽說這個病毒傳播非常的快 而且傳統的疫苗 對它沒有功效 所以其實如果今天韓日 要用科學的方式來做的話 應該是對美國入境的這些旅客 從美國入境 做額外的防疫措施 譬如說啦 你到港以後 在現地再做一次 這個 這個 這個所謂的核酸檢測 那或者說 你用其他的方式 額外的加強 或者它 基本上 在入境之前 它就要有兩天到三天的核酸檢測 定性證明 那這個應該是對美國旅客做的 那中國大陸旅客 現在你並沒有任何中國大陸在有關這種變種病毒 在流行的證據 甚至你即使在入境的旅客中 你自己也可以採樣 你看看是不是有真正的這種 變種病毒的這種情況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韓國跟日本做這樣的決定 事實上是沒有科學依據的 那像紐西蘭它就擺明說 不會對中國旅客做任何額外的防疫措施 因為他們的公衛單位研究的結果 說沒有這個必要 這是科學的一個論證的結果 所以世界上像日韓這樣子做 而且它對於旅客 已經到港的旅客 給人家掛牌子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粗暴的一種作為 對因為就是在當初 疫情剛開始大陸還在清零的時刻 很安全的時刻 那大陸對於這個境外 到訪的 比方說像日本啊 像這個美國 也沒有給人家掛牌子嘛 沒有必要啊 而且當初韓 這種是這種人生的侮辱啊 對在美國最嚴重的時候 美國到台灣的這個民眾 或是美國到日本到韓國的 也沒有聽說給美國人掛牌子啊 沒有啊 所以這個掛牌子的思維啊 我覺得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是很粗暴的 這種就表示這個國家本身的文明程度 對人權的尊重的程度 事實上是不及格的 那我們過去以為這幾個國家好像挺文明的 對人有七碼的尊重 可是這個從事實看起來是沒有 事實上你可以用很多很人道 不喪及人的尊嚴 是啊 按人權的方式來處理 比方說 比如說你就特別的通道 對 特別的通道 然後你這個飛機你就給他一個特別通道 去做 你要求他做核酸檢驗嘛 掛這個牌子 好像就是說讓人家告訴他 這個人身上有點毛病 對 而且那個傳回來的那個大陸網友指控 因為他們應該是第一批班機 所以不但被要求掛牌子 只能掛在脖子上 那麼到了之後呢 還有大批的這個媒體 沒有經過同意 對他拍照 對 都讓他覺得強烈的一個歧視感 但是介老師你看啊 這個掛牌子這個方式 我真的覺得也是 不知道哪個天兵想出來 你說韓國啊 掛黃牌子 那日本也跟進啊 日本掛紅牌子 這兩個韓日是串通好了嗎 這就好像有點 兩個國家的作風很接近啊 對 當然以前日韓在這個 韓國被日本併吞之前 韓國有一批親日韓 就說過說日韓是同主論啊 你知道他們日韓是同主論 日本的天皇啊 日本的日皇啊 到現在還認為 他們是從這個百計過來的 他們的祖先有朝鮮的血統啊 所以從這個作為上來看啊 也不得不有時候聯想起來 他們真的是 同一個思維 同一個思維 對 那麼對人權的尊重 人性尊嚴的保護啊 對 事實上 以二十四一世紀 像他們國家這個發展程度來做 真的有點 有點讓人蠻刺驚的 嗯 我覺得這個做法實在是 很少國家會怎麼做 啊 基本上你在美國啊 你在歐洲國家 大概不會這樣做 就是疫情蔓延這三年 好像也沒有聽說 有哪個國家這樣嗎 沒有沒有 這個做法極度侮辱人啊 對於到訪的人 是一個極度的侮辱 嗯 對你就假設他是有問題的 對 那等於說未審先判吧 嗯 你就說 你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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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做核酸檢測之前 你就已經告訴他 這個人有毛病了 那你就給他身上掛個牌子 那我覺得這個做法 真的是 呃 不曉得他們的政府的人權的教育啊 是不是有落實 嗯 那對於 我認為就是說很多行為 基本上你這樣做 你只會 只會凸顯 你自己本身的修為 跟本身的好 粗暴的一個性格 那是這種這種 內在的這種 對 成分的一種反射 對 要不然你不會採取這種作為 是啊 對你覺得人 基本上應該尊重啊 那你 你應該設身處理想說 這些人 你已經給他 額外的這種好措施 對 讓他可能一到岸 一到岗以後 就要被耽誤 四到五個小時 對 然後呢 面臨一個未譜的命運 嗯 那你應該對他一種是一種 同情的心 對 特別照顧的心 對 可是你下 下來部分新聞報來 強制 他要掛一個牌子 是啊 跟所有在場的人都做一個區隔 對 而且我看有些報導還說 事實上是有穿著 軍服的人在現場 對 那好像是如臨大敵一樣 嗯 然後又有記者在那邊採訪 嗯 然後呢 他們被帶到這個 帶到這個 帶到這個 做這個做檢疫的 做做採檢的時候 然後如果說是陽性的話 嗯 是被送到強制檢疫的 那個部分 自費 對 一天可能要 很貴 很貴 他說帶折合人民幣435元 還有隔離七天 七天 算下來 吭啪啪啪 6300元人民幣 很貴 可是問題是 那個 防疫旅館 連棉被 連個床都沒有啊 對 你是躺在睡在地板上啊 嗯 所以我覺得這個 韓國這樣的作為 你 你敢這樣做 我覺得韓國也挺無知的 對 因為過去來講歧視 都是這個歐美嘛 白人 歧視有色人種 對 那這個日本 韓國也本身也是 也是黃皮膚 嗯 所以我就不太能夠理解 就是對中國大陸 採取了這麼 算是蠻極端的一個作為 沒有 那掛牌子這個事情 真的是讓大家不可忍受 嗯 而且這個算是一種 中國限定的做法啊 嗯 中國限定的做法 事實上這個 歐美也是推出了不少 我們看到美國也是緊縮嘛 對 那歐洲的話 義大利等於是開了第一槍啊 對對 那各國都有些緊縮 跟一些限制的一些做法 但是 掛牌子這件事情 真的是日韓獨有 對 日韓獨有 這個 我不認為歐美社會會這樣做 對 他這個社會 長久以來 不管他這個法治啊 還有對於人的平等尊嚴對待啊 對 我想他們這個文化背景 要比日韓要深厚很多 嗯 所以日韓雖然 呃 號稱是 自己是先進國家 先進社會啊 嗯 我覺得光這個作為 就 就破功了 對 這個歐美雖然也許內心歧視 但他至少不會做到這麼表面化 對 對不對 我們看到日韓這個做法呢 這個難怪引起這個大陸網民 極大的憤怒 嗯 那同時在極大憤怒之外 大家就覺得很解氣的就是 大陸可以說是迅速反制啊 對 這個動作也來的真快啊 對 先是暫停了審法韓日簽證 然後這個雙方都哇哇叫嘛 對 然後再加碼 就是連這個過境的免簽 全部都取消 全部取消 那日本的這個外相林芳正 也講 就是說他們沒有其實這個意思啊 極其遺憾啦 已經提出了抗議啊等等 嗯 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有一點代表大陸這個 所謂大國外交的新風格吧 就是快速強烈反制吧 對 對遇到不公平的話 那就是 話不多話不多說了 直接就採取行動 嗯 那行動才能夠讓對方感覺到 他的作為引起對方的不滿的程度嘛 對 所以我認為韓日他們會好好的去檢討 因為日本經濟很差 那麼中國觀光客對日本來講 嗯 是對日本振興他的觀光業很重要的一個希望 對 那中國觀光客去中國大去日本韓國 我覺得大概觀光啊 或者是或者是旅遊者居多了 嗯 那基本上都是去花錢的 嗯 對不對 那你你韓日的觀光客到中國大陸到 可能在性質上 我覺得去中國賺錢的比較多 嗯 他的商社的人 或者說他去這些中小企業去開拓市場的 嗯 會比較多 所以你既然你的人都要去中國是賺錢的 那中國的人去你韓日是來花錢的 嗯 你要用這種方法對待 那中國大陸把你的 賺 想來中國賺錢的這些日本人 韓國人把你到大陸的這個好通路把你截斷化 那這些人回過來會 會去跟日本跟韓國自己的政府去質問說 你們為什麼要對中國的客人 用這種非常無理好非常粗暴的方式對待呢 嗯 那麼而且也不是很公平的啊 你只有你日本跟韓國這樣做 別的國家都不會這樣做 是啊 對你不是正好讓人看出來你這個政權 你這兩個國家的政府跟你這兩個國家的社會 基本上對於不同的對象 或者其他外國做出這樣粗暴不文明的作為 正好把他們這個弱點展現在全世界啊 這我覺得是蠻丟人的 我如果今天我是韓國人或日本人 我會覺得對自己政府做出這種作為 我覺得是一種很丟人的一種作為 嗯 這個歐美有一些限制喔 那歐洲的這個疾控中心CDC也講話了 因為限制中國旅客不合理 不合理原因給出了很多科學上的說法 因為這個大陸所流行的這個病毒逐世上 在歐美早就有了 所以並不會對歐美的疫情造成更重的影響 同學認為歐美是有這個能力的 有這個能力 當然這個歐美的一些限縮的措施 再怎麼樣也沒有像日韓這樣 做到這麼的讓人感到反感 而且是一波接著一波 它不只掛牌子嘛 包括這個介老師講的 你發現問題之後的這個核酸等等 它的一些場地呀 都是都是集齊 我覺得這感覺上就是故意的 對 不是一種就是不小心啊 這個疏忽啊等等 感覺上不是這樣 那但是另一頭對比鮮明的就是泰國 我們也看到了這個泰國這個迎接 這個大陸解封之後的第一批觀光客 極其盛大有鮮花有掌聲啊 成績也很高 泰國副總領親自率領這個很多的官員啊 他們的這個交通部長到了 他們的這個旅遊局長到了 他們的這個體育主管 衛生的幾乎是一字排開 對 對比非常非常的鮮明 你怎麼看 為什麼泰國這樣想 其實泰國 我在泰國待過一段時間 其實泰國人看中國 他們把中國怎麼定位你知道 他們把中國人定為親戚 所以你看他那個歡迎標語用中文寫的 就是中泰一家親 對 歡迎這個好這些親人們 因為因為事實上太族他們自己溯源 他們是從中國遷移下來的 這個中國中國在雲南西雙百大那個百族 事實上跟泰國人 泰族是同一個民族 那所以所以泰國 泰國人是把中國人當做親人是沒錯 是親戚 而且泰國光就是說 就說華僑來講的話是上千萬 那麼所以泰國基本上我覺得 就是說在中南半島裡面 可能是感覺跟中國最親的一個國家 那這個是第一個情感上 認同上就是有這個不同點 第二個泰國是一個 整個的經濟裡面 觀光產業佔為極大比重的一個 有人說他是幾乎基低百分之十 有人說六 可是不管十跟六都是基低百種非常大的一個行業 那這裡面如果泰國過去大概他的觀光客一年是一千兩百萬的話 其中有五百萬是中國的觀光客 我大概在九二九三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在泰國的時候曼谷的時候 各個地方觀光景點已經有一半都是中國的觀光客 你看這麼多年 泰國國務說這個光是今年 大概來自大陸的觀光客大概到七百到一千萬 這個量體好大 尤其是在這個日韓受挫之後 我想大陸民眾也就不想去日本韓國了嘛 如果是觀光上的一些需求的話 大概都會轉到這些比較友好的一些國家 但是我覺得這才是科學吧 因為泰國至少在機場的這個防疫上 它對待這個所有來自國家的民眾都是一視同仁 那這個歡迎儀式是因為 介老師剛剛講第一個情感因素 第二個還是搶賺人民幣嘛 那第三個是因為這個第一個解封來的航班 所以總是有個儀式展現一下這個歡迎 所以我覺得這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這一場疫情等於是說 逼得哪個是大陸的真朋友好像現行了 對這個就是一次很嚴苛的檢視吧 我覺得中國大陸過去2021年的紀錄 是一年有1億5千萬觀光客 對老百姓出國觀光客 不得了嚇死人 平均大概總消費額是2500億美金 你知道2500億比很多國家一年的GDP還大 2500億美元那些 那現在各國在它的這個整個的經濟的 整個的這個比例裡面 觀光都是一個重要的 這是第三產業 它有時候創造的這個價值 比你在工廠裡面 那個買一頭苦幹 還要來的賺的更多更容易 其實很早以前像很多國家的觀光客人數 超過它人自己的人口 像世界最大兩個觀光客人 一個是法國一個是西班牙 基本上它的觀光客都超過它的人口 所以像巴黎人他們過的日子非常舒服啊 他們就是把他們的產業拿出來 租給這些人來經營 所以常常人家說這個到了7月8月 這個觀光甚至旺季的時候 在所有在巴黎的人 10個有8個都是觀光客 巴黎人都去別的地方度假了 所以人家就常常我最近開篇文章說 怎麼法國人每天在休假 不是那麼認真工作 為什麼生活水準那麼高 這個觀光產業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所以中國大陸有1.5億人口 一年要出人事的觀光客 這個對各國來講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經濟的一個動能 一個來源 那像日本是非常靠觀光客的 日本事實上的話他們在十幾年前 日本就改念了轉念了 以前日本人說我就是一個製造業王國 我靠我的這個什麼收入業什麼 後來發覺日本的文化特色 很能夠吸引很多人的興趣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有觀光客倍增 千萬觀光客的這個計畫 是他政府的施政計畫裡面 所以其實這一次 日本對中國觀光客的這個作為 事實上日本國內的 尤其觀光產業也是有意見的 是有意見的 而且他們也認為 你沒有足夠的科學論證基礎 那如果你真正要科學論證的話 你今天應該加強防檢疫 入境防檢疫的應該是美國的遊客 而不是中國的遊客 甚至日本的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韓國 你對日本也沒有什麼特殊措施 就是說它的所有這個限制性的措施 都是中國限定嘛 中國限定 那對於其他疫情嚴重的國家 是完全沒有什麼掌控 所以我覺得還是回到一個 就是說防疫 大家最重要回到還是科學 但是看起來 針對中國大陸這場防疫 就是不科學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 鮑魚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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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